这一间也是冰城 得到一间的泰国餐的 Masaline Big Gomen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邦 今天带你们来吃泰国餐 是哪个Masaline的泰国餐 它是在Pinendos Town 叫做Tara 我们去猜看有什么好处 Let's go 这一间也是做得到冰城的泰国餐的 一个Masaline Big Gomen 2043年的泰国铁子 如果你一个大班的人去来 有10个人 你还可以托他做Reserve VIP房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 哇 这样做这次好像提示服饿咯 我这个菜已经放做到完了 来 这里就是我做的 很泰国盛中的菜来的 这一点就是泰国 泰国盛中的菜 什么特别就是它的菜 因为它这个菜 只有泰国才有过了 所以本地是没有这个菜的 再加上它用鸡蛋 冬粉 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创酵 炒在一起 你看看 看看看看这个 带一点香香 很甜点 味很厉 很香 就看看看它的九层塔 炒干巴了 你看它长相比较亮样子 OK 尝试到现在那个发巴了 因为你可以跟那个九层塔的味道一起来 它很浓厚的那个九层塔 一起打开 然后自己来看它很新鲜的新鲜 锅鲜就跑不掉就是Coconut 可是它这个Coconut 它是跟这个Otah Otah 一起煮 然后里面 听到全部是西部的 它是和很多西部的 你看它的西部很窄很窄 很窄 等下来就是 有些它那个Coconut的香甜 可能Otah Otah 这一道你只要配饭一次了 很开胃 泰国一定是购买冬药 可是今天购买冬草 冬草 冬草是什么呢 它的餐体是比较清白紫色的 全部里面是西部的这个 这样我要试喝看它这个 红角的味道 它味道你看起来还不辣 它带一点酸辣酸辣 有点微辣的酸酸微辣 很好喝很开胃 好 用这个了 这个到尾勒你一定要吃它的甜点 泰国的甜点这个叫做 Red Ruby 这个黄黄的全部是南瓜 跟这个竟然是马拉台的 它已经煮过了 所以它变成红红色的 你看它的马拉台 嗯 真的很香甜 我很喜欢这个南瓜味道 很浓厚南瓜味道 很浓厚南瓜味道 这个奶香味真的是很香很香 还有它的那个炒鱼 过后过后 哇 我必喝的 泰国奶茶 这一点泰拉的泰国餐 它的食物真的是蛮正宗 正式的泰国食物 因为我听到老板讲它的厨师 在泰国有十多年的厨师 夜时间是下午十二点到三点 出餐 晚餐夜是下午五点 到晚上到十点 到北红西里吃饭 你们都记得要call and reserve 我是小帆 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